新年快樂的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的NASCAR 歡迎大家收睇這個納斯卡鐵路樂性駕訓部 第三季第四集上半部的車站講解和行車編短 但是大家在想這一集好像只有六個新站 那為什麼又要分上下半部呢 原因也挺厲害的 因為這一集裡面有一個站的工程非常豪大 花了我半個月的時間去搞定 我說真的半個月 因為我每天逐一逐一地搞定它 所以我就想分成兩部份 拍這個片段 首先上半部份輕鬆一點 因為第四集有三個部份那麼多 第一部份很主要就是關於發展的彩藝線 以及在劉盛加的西南面 第二部份就是聲景線會繼續延伸 就是好像有點像橫水線慢慢分斷地通車 第三部份就是沙發線 終於又延伸了 不過就不是像大家所想的 就是由北山那邊繼續去連... 不知道會有什麼連接 那就不是 那就是沙中那邊就有新車站 那我們今天就輕鬆一點 就講關於聲影線和... 聲影線和沙發線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在這個疊非洲站 首先我們先去聲影線月台 這個大堂都對的了 就搭回這個新起的升降機 就是上一集已經出現的升降機 看到已經寫著去五角星洲了 聲影線這一邊 我們先去一去 因為我們延伸到一個站 我們又有多一個轉乘的方法 因為... 聲影線那時候呢 就是說在上一集呢 最多只可以下來跌非洲和17去... 就是1號和7號線去做轉乘 然後現在呢 那就... 因為它... 這條線呢 延伸多一個站之後呢 就可以去群島線那裡做轉乘了 又...又方便了 就是如果... 你搭群島線 由大都會搭到去... 耶拉再飛多個站 去五角星洲的話呢 那就可以搭... 聲影線上來跌非洲了 那就... 有多個選擇 不用在大都會那裡搭... 搭1號線來了 對了 那我們現在再... 我們現在去搭車吧 那就是搭車啊 在這裡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星影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五角星洲 Welcome to the Stado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Star Island 下一站 五角星洲 乘客可以轉成群島線 Next Station Star Island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Art Go Line 星影線的好處呢 就是它是不需要太過在意那個... 那個... 那個高度位置的 因為它真的可以落到水 它是可以在水中間走 就是... 那些叫陽底隧道啊 就是我們之前所說的那些 這樣各位會不會啊 五角星洲站的星影線部分 都好像第七類車站 就是陽底車站呢 那一會兒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 我一開始是這樣想的 但是呢... 最後都要考慮到 它要跟群島線做轉成 那不可以太過不方便 不方便的嘛 所以呢... 你一會兒大家都知道 它是會用什麼類型的了 好了... 那就... 現在回去啦 因為要進回那個站 其實呢... 大家都看到那個站的了 對了... 入了一個... 島的主體 就是... 海岸線道 是跟跌飛舟站的星影線一樣 都是地底 就是用那個... 很傳統的地底方式去建 因為... 對了... 它終於有空間了 就是... 呃... 因為近地呢... 因為在島嶼車站裡面呢 島嶼那個... 島嶼車站那個... 空間呢 都算是掘得很深的 對了 這樣的話呢... 換言之呢 就比較淺層的... 就是那些島嶼的淺層的地底呢 那... 就... 多數都... 空間呢... 就... 所以... 就... 就有... 就有條件呢 可以建一個... 標準一點的... 不是叫標準一點的 就是... 或者叫做... 呃... 不是不規則啦 就是... 一些叫做... 傳統方式的月台那個... 結構啊 就是這樣 對了... 那這裡就是... 五角星周站的星影線部分 其實你都見到呢... 呃... 有... 很大程度上呢... 這個月台呢... 都是... 呃... 參考回... 呃... 本身那個星影線的... 不是不是星影線的... 是本身那個站的設計來的 對了... 所以呢... 你看到... 啊... 記不記得... 五角星周站的群島線的月台是怎樣的... 是... 就是... 有個月台... 是... 但後面呢... 都有一個... 水幕牆的嘛... 就是... 你看到後面呢... 其實這裡都有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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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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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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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忘記的... 是的... 你看到上面呢... 這個...這個多了的... 就是有...都有一些水... 啊...就是... 就沉回... 沉回一些水元素上去... 因為... 群島線的站是這樣的啦... 在... 在西城群島裡面... 那你也都看到呢... 有一些... 呃...紅色... 呃...類似紅色的一些... 類似交叉啦... 其實不是交叉... 是... 是... 有一些形狀... 其實就是參考回... 同一個站的大堂的... 那我們現在下回去啦... 下回大堂這個位啦... 對了...這個位... 啊... 是啊... 有少少... 有少少... 搞笑啦... 就是... 你看到這裡是一個礦坑... 天然礦坑來的... 所以呢... 其實我那時候掘到這裡的時候... 原本想封了它的... 但是... 咦...有一個礦坑... 我幾有趣啊... 那... 弄個少少... 窗口... 給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 雖然是有少少無聊... 但是... 我也覺得幾正啊... 我也只是看通道啊... 對不對... 那我們先走回去大堂先... 那... 這裡有一條直線啦... 回到去的啦... 那...因為這裡是轉成通道... 所以我們起得特別寬... 有七米寬的應該... 是啊... 是七米... 那... 又下來這個... 五角星洲的大堂... 那...因為落了... 因為呢... 現在... 原本是一個... 原本是單線站... 現在是轉成站... 所以我都要加了... 很多指示牌... 例如這裡啦... 加到... 呃... 寫著... 單勝區啦... 圓坑啦... 那... 還有... 對啦... 還有... 聲影線這邊也寫回... 那就... 哪個打哪個這樣... 對啦... 啊... 這邊都去到的... 這邊都可以上到聲影線的月台的... 那... 這個是在... 上行那邊啦... 就是... 就是... 上行那邊... 呃... 月台那邊的... 對啦... 就是這裡... 那... 之後會繼續延伸的啦... 那...這個呢... 大致上就是... 今集的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就是... 聲影線由... 跌非洲站延伸到... 去... 五角星走... 你看到這裡都會是加班的... 加班聲影線... ok... 那第二件事呢... 那...想跟大家介紹呢... 就是... 沙花線... 對啦... 沙花線又又延伸啦... 就是... 由這個沙中站延伸一個站... 就去... 叫做... 切錯彎站... 那我現在去一下沙中站先啦... 就到了啦... 沙花線... 那這裡看上去沒什麼特別啦... 那當然啦... 因為...這個... 不用... 不用確定的嘛... 就這樣在月台那裡... 都不... 其實都複雜的... 就是... 原本這個是一個終點站來的嘛... 要...呃... 掉頭落下... 和上下... 這幾個功用呢... 要一次過去改... 改成這個單線的中途... 是真的有些... 是有些... 呃...辛苦的... 其實都... 因為某一些... 某一些指令的 command blocks... 是要... 要改動的... 是真的... 是真的要改動... 對啦... 那這裡就改了啦... 這裡就寫著往北伸啦... 正常啦... 改回... 改回... 更新一些指示板啦... 那就應該這些... 這十個站的指示板應該都更新了啦... 對啦... 那當然啦... 是直立的指示板都改了啦... 對啦... 寫回下面有個切錯彎啦... 就是蒙蒙的... 但是你也猜到形狀是什麼啦... 人類的那個... 感知應該都很強的嘛... 就是... 就算拿馬一狗的話... 灰也認得的... 對啦... 那這裡呢... 就改了做切錯彎啦... 這裡繼續去啦... 啊...繼續去啦... 那我可以跟你說呢... 就是呢... 整條的... 呃... 整條的沙... 沙花線呢... 其實是... 你也知道啦... 走得很慢的啦... 就是最快都是北外父... 山林去... 狐狸站... 還有... 山雅灣去... 收短站... 這兩個叫做快一點嘛... 但是這個呢... 又被人打破多久啦... 就是沙中站的切錯彎站呢... 就是最快啦... 就是... 基本上是標準速度來的... 這個車子將離開... 依然都是靠右行... 依然都是靠右行... 再說一次... 這個是依然靠右行的... 我不會說... 新路段靠左啊... 請勿靠近車門...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歡迎乘搭沙花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切草彎... Welcome to the Saffa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Vanilla Bay... 下一站切草彎... Next Station... Vanilla Bay... 要拿回沙花線的橋樑設計... 其實都不容易... 就是呢... 當我再次興建的時候... 因為隔了... 多少年了... 這條線是16年的... 16年就已經是由北深... 爆到沙中了... 但是之後就是2018年的尾... 才開始興建... 那就是都隔了... 6、7、8... 起碼兩年... 起碼兩年... 就真的... 要花點時間去... 去Pick up 回... 建造風格的... 切草彎... 這個是沙花線的尾站... 多謝乘搭納鐵... Vanilla Bay... End of the Saffa Line...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and out... 對啦... 那如果那個純騰車片段呢... 那我們就分頭到右邊... 這一次呢... 我們就先走直線... 右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 喔 到站... 我真的切草彎站了... 那麼呢... 沙花線呢... 就一直以來... 都是有幾個的... 等一下... 我們先說一下... 請先讓乘客下車...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 沙花線一直呢... 都有一個... 特徵呢... 就是它呢... 是非常之... 呃... 模仿... 馬安山線是模仿得很重的... 那... 就由北山去... 沙中啦... 就模仿了那九個站啦... 就是大家都知道... 大圍是烏溪沙啦... 那麼... 要加多一個站啦...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這個站呢... 我沒有辦法啦... 那麼... 然後呢... 切草彎呢... 我想起綠色... 那麼呢... 馬安山線呢... 將來... 有一個站呢... 又是綠色... 當然呢... 將來... 未必會叫馬安山線啦... 不過... 現在可能會叫馬安山線啦... 但是... 未來又不會叫馬安山線啦... 但是不要緊啦... 那麼... 這個是顯徑站... 我想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顯徑站是綠色... 不過... 沒有那麼深... 這個禁心... 而且... 顯徑站呢... 都是一個... 都是一對側星月台的... 不過呢... 跟這個站有點不同... 就是... 嗯... 顯徑站是有月台幕門的... 這個站沒有的... 那麼... 很多人問為什麼我不加... 然後我心想... 整條... 整條沙花線都還沒加... 這... 這裡就說加... 喂... 遲離先上岸啊... 不合理啊... 所以我就沒有加了... 那麼... 還是等到以後... 沙花線加了那些閘門畫幕門之後... 這一度才會考慮加啦... 不過我想這件事情都... 嘩... 都拖了幾年... 不過其實我真的沒有意去加... 不要緊啦... 那現在廢話少說啦... 我們繼續看那個站啦... 那麼... 切草灣站是一個高價車站啦... 所以它的大堂就在地下啦... 就是地面這裡啦... 你看到Y族在66那裡啦... 也都是認回... 有一個負責人啦... 去建這個站... 即是根據規劃去建這個站的... 那麼... 當然啦... 因為這裡是終點站啦... 所以呢... 兩邊的月台呢... 都會做到這個... 上落下掉頭... 好像以前沙中站那樣... 只不過是掉了下來... 切草灣站那樣的意思而已... 那麼... 兩邊通道啦... 也都有升降機啦... 升降機就一定有啦... 那麼可以上回去啦... 那麼... 前面都有的... 前面都有通道的... OK... 好了... 接著這裡就... 基本車站設施就... 有... 就有的... 那...就有一點點... 不像... 就是... 沙花線其餘的那些站啦... 因為那些就沒有啦... 但是就... 起碼一定會有車站和洗室... 還有... 洗手間... 就一定是的... 嗯... 對啦... 那就方便一些女士啦... 這樣會有些規矩... 就是... 秩序... 對啦... 有秩序這樣... 去...去... 洗手間這樣... 那麼... 當然啦... 現在這麼晚就沒有人去啦... 哈哈... 就是回家去啦... 自己那個比較漂亮啦... 那這裡啦... 一定有... 一定有這個的站間傳送啦... 對啦... 那將來這裡呢... 會加車站商店... 還有... 納鐵旅館啦... 就是一定... 這個將來會加回啦... 就好像... 綠石丘站那樣... 加回那些東西那樣... 對啦... 對啦... 這個呢...就是大資訊... 納色街鐵路六勝街分佈第三季... 第四集上半部的車站廣街... 還有行車片段... 這次只有兩個站... 但是不要緊... 因為將來... 下集... 那裡... 就是下半部那裡... 就會有很多東西看的啦... 就是... 又有彩藝線啦... 呃... 又有... 又有... 新的檢查站啦... 好像是兩個... 還有... 有些新線啦... 就是... 暫時也是短的新線啦... 因為彩藝線現在都... 根據現在的進度都已經是... 過了十公里的啦... 即是六個站... 但是都過了十公里的... 都不看啦... 對了... 那我們... 這一集呢... 就是這麽多... 那我們下一集... 下一部份... 即是... 第三季... 第四集的下半部的車站... 當然還有行車片段... 再見啦... 新年快樂啊朋友... 拜拜... пог lungs得要得上去... 等了... 對... hasta... 就沒那麼太分了... 對...